在AI相關的也不是消費性的 也屬於基礎建設型 會延伸大概五年十年左右 除了半導體的晶片之外 整個一個立體的結構 事實上在未來十年十五年 在那行程中 目前至少三年在開 Data Center這件事情是不會停的 就是我們只要進入到 真正這樣子的工資的時候 我們規模一定會超過100億 第二件事我們毛利已經超過50% 看起來有這個機會可以開始的 那我們當然要抓住這個機會去投入 其實我們像F1猜測隊 F1猜測如果沒有得衝禍得前三名 我們這個團隊沒有用 所以這是一個 ecosystem戰爭 所以我們客人贏 我們都全部贏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It's Showtime 我是節目主持人韓清秀 面對產業快速變化的挑戰 轉型一直是企業的重要課題 智盛在2023年 取得台積電頒發的卓越量產支援獎 那迎接未來的十年 他們有哪一些的佈局呢 在企業接班的部分 所有的企業都覺得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那麼智盛的規劃又是如何呢 今天我們的節目很高興邀請到 智盛董事長梁茂生 總經理梁宥文 一起來聽聽這對副子黨 對於智盛的未來的營運 以發展有什麼樣的想法 大家好 大家好 想先請問一下 因為今年大家對於整個產業的景氣的復甦 是有一些期待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下半年了 不知道兩位對於整個半導體產業的景氣 有什麼樣的看法 因為半導體應用很廣 已經變成是一個 跟中體經濟循環非常相似的一個大產業 但裡面事實上還是有很多氣氛的應用 那我們會也看到 基本上是跟AI相關的 基本上是非常的Strong 其他的就沒有那麼明顯 事實上到下半年 目前看起來好像還是這樣 以目前我們聽到的一些做法 都是大概2025年才會比較 消費性也會比較複蘇這樣子 那目前基本上我們講說在AI相關的 也不是消費性的 也屬於基礎建設型的 這個基礎建設會延伸大概5年10年左右的狀況 因為其實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整個的基礎建設 除了半導體的晶片之外 還有所謂的雲端中心 甚至高速通訊 還有甚至衛星 整個一個立體的一個結構 事實上在未來10年15年在那形成中 那我想這個結果形成之後 一定會有另外一個更不一樣的 我們沒辦法期待的結果 因為它是另外一個基礎 所以說現在在看半導體 事實上在AI這一塊 我想說進到一個 AI基礎建設起的過程 這個是很明確的 那我們看到目前我們的客人事實上 也是很明顯 不管是傳統封裝的 不管是先進封裝的 傳統方想進先進封裝 那也在進行很多的合作的做法 讓先進封裝的東西能夠 盡量能夠打開那個瓶頸 很明顯的說我們很少聽到客人這麼有勇氣 我們三年就準備好多一點的人 這樣子 因為它有循環 對 所以說我想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是一件好事 讓我們比較能夠投入到長期的人才的培育上面 那我們知道智聖去年的時候也有獲得台積電 有頒發這個特殊的獎 就是卓越量產支援獎 那其實這也算是一個十年磨一劍得出來的成果 是很不容易 那我們接下來有沒有一些什麼樣一些布局 跟發展規劃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今年六十年一個家子 因為自身的年紀比我還大 對 然後下個十年事實上 其實我們經營企業是一個延續性的過程 所以過去十年做什麼 就是未來十年的基礎 那這個才磨完劍 當然要實踐啊 要開始用了 是 對不對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我們當然要抓住這個契機 在心理方向這一塊 去做大力的發展 目前看到我們的客人 我們從我們的客人的應用 客人客人應用回來看 我們才能做比較solid 的 roadmap 那我們提到目前至少 三年在開 Data Center 這個事情是不會停的 所以至少三年把這些事情做好 然後再往下繼續開 這樣子 那我們在做這個先進風在一塊 像客人端 在整個先進風的發展 包含 傳統的包含先進的 其實都想往先進風走 所以整個發展的區域 其實就是西部廊道 台灣的西部走廊 我們可以稱它做黃金西部走廊 從龍潭 竹南 銅鑼 台中 蝦翼 一路到台南一路往下走 這整個 是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是 為了這一個西部走廊 我們的教父從美國過來 所以我們是發現了一個事情是 我們的西部走廊跟細谷 變成同步在動 很像量子糾纏一樣 很特別 這是讓我們覺得非常非常特別的事情 所以說我們整個發展未來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希望在未來十年變成 先進風裝 在台灣的T1廠商 T1廠商事實上 在我們過去在看半導體設備 我們前輩同一的發展上面來看 T1廠商事實上是前段的話 大概前五大 只要是一千億以上營收的公司 然後都是跟客人有非常重要合作的 那在風裝段其實也是四五百億 最小一兩百億 所以未來十年在這個 在這個規模上面 看樣子有機會可以學習到這樣的一個 方向 當然 前提是我們繼續做我們的主要策略 我們的T型策略 我們T型策略事實上就是 我們是在一個細分市場 的產品 是屬於領先的第一名的 然後在橫的部分是一個平台 就是我們這些G2C平台就是 我們幾個上市公司能夠集結我們的資源平台 能夠讓我們的 研發能量 能夠對我們客人有更有幫助 能夠更好的解決要問題 更快的解決要問題 那這件事情是Expandable 原來是一家變兩家變三家可能四家五家 那中間的深入的東西就會 就會在 在我們的 在我們的產品 Roll Wave 產品會看得出來 就是說 這個產品 基本上 就是我們對客人有非常獨特貢獻的東西 所以 專業 然後有一個平台 整件事情 看樣子是在新地風光 這塊領域 特別因為它剛好真是第一人和 都在台灣 未來就算客人要出國 也是要帶著我們一起去做 效率比較好 所以我們一定配合客人的海外策略 所以海外策略部分是完全根據客人的需求 我們就 配合它 可是我們深更在台灣 因為台灣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台灣是全世界工程師的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 就是韓國跟台灣 最高 我們的工程師用在我們的 生產製造 研發這塊的 適用性是最高的 所以我們 我們也去 因為這個關係我們跟 我們長期自身跟 全台灣各大主要院校 都非常非常長期的合作 台大 台科 北科 中興 鴻甲 成功 清大 就是UNEMIT 很多 所以說我們有很多的人才 但我們現在 開始找的時候事實上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不斷的補足它 所以這個平台 有這個平台 這些 好的人才才有發揮的機會 所以我想 最重要 10年佈局 最基礎是一些人才 因為我們 我們非常相似IC設計公司 我們不是我的土地 不是我的廠房 不是我的設備賺錢 我是我的人才的腦袋在賺錢 那這個設備 一台設備有幾千個零件 又要軟體整合 又要電的整合 這是相當複雜的 如果我只是一個組裝業 其實 我未來再也不高 可是我們現在在裡面加入了很多 提升客人 量率 提升客人成功率的一個數值之後 我們就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事實上我們不是第一個登陸月球的 我們前面已經有人登陸月球了 就是我們只要進入到真正這樣子的公司的時候 我們的規模會 我們的規模一定會超過100億 這基本的 第二件事我們毛利已經超過50% 可是我們現在距離 這個目標 還很遠 這是我們的長期目標 對對對這件事情是 如果你往那邊做一定會達成的 只是 什麼時候而已 對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有這個 機會可以開始了 那我們當然要抓住這個機會去投入吧 是 所以半導體的在我們的整個 比重也會越來越高 是 對 今年好像據說是預計大概30% 對 差不多25到35之間 這個事情告訴我們一個 應該是一個對的時機點要把資源投入在這邊 讓它不斷的倍增 倍增 倍增 這樣子 那所以 可是在這個過程營運的轉型的過程中 我們是有哪一些的指標 因為其實這個營收 看起來聽起來是 成長得非常的快 可是我們是如何去判斷說 我們現在做這個決策是 一個對的方向 就是 應該這樣說 做決策上面 其實是很動態的 所以我們這個行業做決策是非常關鍵 因為資源投到哪裡面 還有它的機會成本 投入A就不能投入B 只要客人 Commit它的資源 其實這非常重要 因為有很多事情是 大家試試看啊 開始Finding一下 你也不出了也不出錢 我怎麼出 我這麼小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在很多過程中有驗證的互相的 投入的 誠意 跟真正投入的 的內容 那我們就來做 那這個其實機率目前提高很多 提高很多 以前可能 三四個案件 有中一個 現在可能 四個中三個 可是 為什麼要四個中三個 因為我人才已經不夠了 我已經沒有辦法負荷那麼低的成功率 他也知道 客人也知道 他也不希望我的人才浪費 他會跟我做更深入的 合作 更深入的一個投入 所以我們在整個 我們的生意事實上就有三個來源 一個是所謂的研發支出 一個叫資本支出 一個叫做 那個after market 就是所謂 服務的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是賣設備 所以我們前期開發的時候 客人會有研發預算 對 量產的時候量產預算 後續 會有維護預算 那如果進入成熟期 會比較偏後面 可是像比較前瞻的 會 combine 研發預算 跟資本支出預算 所以 我們在看投入研發 跟投入資本支出 這一塊就可以看得出 整個的一個 脈動 所以我們客人端 特別客人端 我們對客人端最大的價值 並不是 cost down 而是幫客人取得訂單 因為我這個技術 會幫客人取得到這個訂單 這是我們最大的價值 如果說我這個 這個其實跟速度 非常有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 虛擬來講說 我們必須是客人的一個team 想像他才是我老闆 他打我考核 而不是 我要想他是 對手啊 怎麼樣啊 很多流程啊 不能怎麼樣就怎麼樣啊 就是as a one team 跟客人端 就是虛擬的一個 一個結合 你才能做出 把他當很valued 的一個客人 讓他達到訂單 所以基本上很好玩 有同理心 這講得很抽象 要同理 事實上 你換位思考說 他怎麼達到他的 他的 他我就會好 所以我們常講客人贏就是我贏 客人沒有贏我贏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非常重點是客人一定要贏 其實我們像F1才這對 F1才如果沒有得 衝貨得前三名 我們這個team沒有用 我換的零件再快 我輪胎再好都沒有用 所以這是一個ecosystem戰爭 所以客人贏 我們都全部贏 所以我一定要或只是我贏 我的周遭配合他都要贏 是 所以我的功能就會開始產生 產生效用 然後確保我們客人是第一名的 我就 不會不好 利益共同體 是 就是一起共同成長共同繁榮 這樣子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就是轉型或是決策的過程中 兩位會不會有一些 對於風險啊 或者是一些方向上面有些不同的意見 然後會曾經有一些爭執 我想在客戶面上面 想法都一致 反正 做設備的行業就是follow客人的需求 客人肯定我們 我們就更加賣力配合 我想 台灣的工程師文化 是 美國很難跟得上 使命必達 可能現在連日本可能也開始輸我們也說不定 韓國看起來也有點鬆動 應該說全世界最好用的工程師 就是台灣 台灣為什麼會有這種工程師文化 其實我個人覺得 跟我們是否有當兵沒有關係 真的 以前不是都當兩年 有的還當三年 我當預官是當一年 但是也是非常差 那種體格那種毅力 其實跟當兵很有關係 雖然中間有一段時間是四年 可是現在又開始恢復到一年 其實從某個角度來說 對我們的堅韌的毅力 培養是很有幫助的 那我想在 剛剛提到說 看法有沒有什麼不同 其實 一定會有不同 假如都一樣 那為什麼要有兩個人 一個人就好 一定要有一些不同 然後不同之後 才能夠brainstorming 才能夠變成有一個 更好的一個想法出來 最佳方案出來 是 大家也蠻關心 就是致盛在這個 企業接班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這對於每一個企業來講 都是一個很重大的課題 那不曉得兩位對這個部分有什麼想法 那梁董要不要先談談您的期許跟 一些期待是怎麼樣 我想我今年77歲了 我不能謊報年齡 77應該是要交棒 這個交棒的 我以前也曾經希望有專業經理人可以接班 但是並不順利 那佑文從2008年回到台灣 開始參與投資 參與企業經營 參與子公司的營運 那看起來 最後 我想他的長期的努力也受到我們的高階同仁的肯定 所以 他的接班其實並不是刻意要他接班 而是很自然的 他就在眾人之中脫穎而出 是 接班的這種方式 其實是他自己 自己去摸索出來 從子公司的營運 讓他變得非常的 成績非常的輝煌 然後在 在軍華那邊他去接了總市長的工作 那軍華那邊也經過一些組織的改造 調整 效果也相當不錯 所以我想這方面是他自己 多年努力的一個 結果 但我是覺得說 他很認真念書 他在 出國 念書之前 他已經把彼得杜拉克的所有的書幾乎都念過 所以那些整體的整合的經驗觀念 他是很夠的 他不怕爭論 不怕各種不同意見 最重要就是要有一個最好的solution 因為有目標觀念 有重要順序的做法 所以我想 這些事情在接班上面 自然就能夠 順利的能夠 接上去 是 那總經理要不要談談就是我們在 接班的這個部分 我們接下來會有些什麼樣的 面對這個新的未來 有什麼樣的一些想法嗎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在想說 接不接班這個問題 因為 已經幹活幹很久了 就是把手頭上的事情把它做到 就是 大家也滿意 然後 我們也滿意 基本上我覺得 我回顧到原本比較基本的東西 就是說 因為曾經有前面跟我說 你不是一個 Problem solver 你就是一個 Troublemaker 所以你不是Problem solver 你就是Troublemaker 你是哪一個 Pick one 前面 當然 我們想要成為 Problem solver 問題就是你要用什麼東西定義你的 Problem 所以 Define問題很重要 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 What matter most 什麼東西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在像我們公司 我們就一直在探索到底什麼是一個 好的社會業經營 所以其實我跟我父親有提到 所以說我們有很多很好的社會同業 你看他到底哪裡厲害 他的毛利啊 他的營收啊 他的產品 可是我們就去做很多的 好像機械學習一樣 我就看看 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們是從 企業本質營運上面去做很多的改變 那這是誰做出來的 人做出來不是靠一個人的 不是靠一個人的 所以說事實上 不過反而就是把一些很本質的東西 去重新把它建立起來 那我們其實過程中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狀況就是說 社畢業其實是一個 相對來講 我覺得我對我來講還蠻容易釐清的一個 關鍵成功因素 關鍵失敗因素在哪裡 你聽完之後我們就從 能夠促成這些關鍵因素的 要素 去找出來 那這個過程中當然 學習 包含去了 美國念書包含自己學習 包含去了七加班 這樣的過程 包含跟很多的前輩 我對我父親 最大點是我說他沒教我什麼 可是他的同學們朋友們 教我很多東西 是 因為很多 孩子不願意跟爸爸學 很討厭 可是他的好朋友們都 很不錯 我們就跟 很多前輩學很多東西 給我很多的 很多的 互動 這樣子 後來發現我整理一下 你做一些事情你要有基本的 常識 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其實已經幫你排除出很多很多的 就是國王的心意的概念 common sense 這個是不make sense 問了大家不make sense 你還要做 表示你貪心 第二個是專業知識 domain knowledge 譬如說為什麼半導體是講半天 沒有人懂 很難 再來就是 見識 看過 因為很多根據邏輯 不make sense 成功了 根據邏輯 非常棒 失敗 大失敗 為什麼 完全根據邏輯的事情 他一定有盲點 數學好像可以解釋 他沒辦法解決問題 數學可以解釋所有的現象 可是他沒辦法解決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很多是你看不到的東西 你要有experience 你要見識 你要有歷練 要能夠知道 炮彈打到哪裡去 要能夠知道躲炮彈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 common sense 你有專業知識 你有見識 他最後一個非常重要 Leadership 最重要的就是膽識 你都知道了 就怕了 敢不敢做 該不該做 對不對 做完一次成功了 還好 第二次又不敢 所以一次一次要怎麼樣 不斷的去 重複 反正一個模式 它就是一個 perseverance 恆毅力 大家講 執行力裡面這幾個因素 事實上 這些也是跟 西北大學老師學的 也是跟 正在七加班老師學的 跟同學們學的 跟我們的長輩學的 除了知識之外 還有很多的 東西加在一起 那 一樣的東西是 如果只有我有 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我們的 團隊 互相具備 各別的特質 加組隊起來 所以 組隊未來的Leadership 非常重要就是 agility跟coordination 它不是一個 carisma 就說我很有魅力啊 跟著我就怎麼樣 NO 它能夠協調 快速反應 因為我們的外界變化太大 所以 那這樣的協調 跟 跟所謂的快速反應 其實 很難的原因是因為 什麼都變得很專業 什麼都變得 變化很大 所以其實 變成其實 一個 團 集體的一種 領導 領導團隊變成是 比一個更重要 所以你怎麼樣做 形成一個這樣的互動結構 也是我們在摸索的 那事實上我們也跟譬如說麥肯喜 的做法來學 或者說 我們的顧問公司的partnership的方式在學 甚至 我們也跟台積電在學 雙執行長 三營運長 甚至像華為的 輪職執行長 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 一開始 絕對 不是說我覺得很棒 是因為 沒人 因為認真飛太厲害了 沒有人可以跟他一樣 所以就輪輪看 就一輪判決其實降不叫持久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歷練到了 所以 回顧到我們說人的養成中間 輪調很重要 可是到了 那個最高領導很難輪調 他以前 別貌輪調是因為 外界環境大致上不變 所以他一個人只可以做20年 現在外界環境變化那麼大 他可能做個5年他已經快要蒼老掉了 那就整個不行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也不能讓人 這麼快的消耗掉 所以就變成大家有一個 團隊的組隊的方式 是 未來幾年 其實非常重要的就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其實很簡單 就是 人才 養成不同 從足夠的人數 到有potential的人才 到talent 到什麼 人物 我的 我的想法是 這些 就是我們希望把人 把它帶出來變成一個 非常能夠成就的一個狀態 我們公司因為我們 我們的外界環境告訴我們未來會發展啊 你為了不在這裡發展呢 大家找契機 現在就在這裡啊 要不要來 一起來幹活吧 不錯 所以說我覺得其實我未來10年 其實客人給我們很多的機會 我們要不要去把握他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其實準備好了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 人不夠 所以我們好像有提過說 未來5年研發團隊要 人數倍增 我甚至覺得倍增都已經是 太少了 這樣子 太少 因為每次來一個東西一個比一個難 就是 每次來東西它的難度不是增加10% 是增加一個order 但是它是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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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度 非常非常 那是等比級數的難度 所以 那怎麼辦 所以 它不是只是人很多叫做給大家來搬東西 是 你每個都要有專業 那能夠解決問題啊 每個都能夠解決問題啊 那又能夠團結合作 其實 非常像美國太空總署NASA在 配合任務一樣啊 嗯 所以我覺得 台灣有這種的機會其實很難得 那我們當然來試試看來做這個事情 嗯哼哼哼 了解 OK 所以我想有兩位在這個管理的風格上面 應該聽起來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嘛 對不對 所以 像總經理您自己覺得 您自己跟 董事長這一輩的 這些 企業家比起來 您覺得 像您這樣子 這個新一輩的企業家 的管理風格會有什麼樣的一些差 妳就要問 問董事長 他在旁邊觀察比較 他的管理風格是因為 他的NBA是學 財務 財務分析方面 他是用數字 用這個 當基礎 來做 是否 達標 是否 應該怎麼樣改進 是否應該怎麼樣調整 組織上應該怎麼去 切換 我想我們老一輩的大概就是 成果倒向 不是財務分析倒向 是成果倒向 你有沒有 得到一個好的結果 當然 老一輩的可能 在 科技的 程度上面 以前可能 沒有 現在 有一個 護火神山在那邊 以前是有 各種不同 產業的輪替 不斷的有 新的 技術出來 現在的技術又跟以前 有相當的不同 對 不過我想我們可能會有一個 相同點就是說 我們在對 產業協會方面 或是對一個 團隊的 就是外界的組織方面 我們都希望能夠有一些 貢獻 這些貢獻就是說 能夠分享 把我們的 經驗分享給別人 當然也希望說從別人身上 得到標竿學習 台灣是一個 中小企業為主的社會 因為假如是能夠有一個 公益會協會 或是有一些 團隊 大家互相 外界 大家互相結合起來 那這樣的話 我們打群架的 基礎就可以 擴大 是 所以我想 我 應該是 以前是 這樣在 各 協會 來 參與 那 宥文也是 現在也是 積極往這個方向在走 我想這個對台灣社會來說 應該也是一個 正面的發展 對我們公司來說 也是一個 外界加持的力量 不過我覺得 有兩個東西是一樣的 有幾個東西是一樣的 第一個就是 創業界精神是一樣的 就是要開創要解決問題 因為 你有限資源做出一些事情 是不容易的執行 你很多資源做到 理所當然 可是有限資源做出 那樣的結果不太容易 那第一件事情 我想比較相同的 就是把 性當創業來做 解決問題的一個導向 第二件事情是 其實 董事長講的 成果導向 因為我們大家都成果導向 可是差別在哪裡 因為他們比較是 技術 出身的就是 往技術 發展這個技術 一直鑽 一直鑽 或是我要做生意 我們不是 經營上看整體數字 其實比較像內科醫生 我們在看內科醫生 看到這個檢查報告 我們哪裡來的指標之間有關係 我們再回去看 可是 我呼應他們可能就是 我是皮膚科去看皮膚 我是眼科看眼科 我們比較看 這整個到底要不要開到 這可能健不健康 所以我們得到了 比較 系統性的學習 其實那是我們得到 教育的結果 管理的教育 對不對 除了財務領導都要回去看 你要怎麼設定指標 那指標的目標第一個就是specific 那從哪裡來 財務數字 最簡單 可是它不是唯一的 財務數字可以讓軌跡 可是往下會照著軌跡走嗎 有可能 有可能不是 所以你要搭配很多其他的現象 來看這個事情 所以說 財務分析 從後報表分析事情 看到端倪的 這一塊事實上是 我想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是 其實是我老爸的 朋友教我的 這是我的老師 然後他的 他的總經理 也教我 所以他們兩個人 軍華的 基石研的總經理跟軍華的 志研的董事長 教我這件事情 所以 其實這件事情就會跳脫 很多所謂的 我是技術背景的 我是利物背景 你不管什麼背景 公司要跟董事會報告 跟股東報告 就是要看OE 就是要看Divid 就是要看你的 經營效率 對不對 就是從那邊拆開來 杜瓣公司拆開來 重新再往下去看 那我從這裡去看 你可以把整個行業 的 所有的 好公司 或是表現比較差的公司 為什麼 好公司 你馬上看出一個比較 從 結長補短 然後我們是 什麼樣的特性 有些公司表現很好 可是他是貿易公司啊 你不能用啊 有些公司表現得很不好 他其實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沒看到了 我看 就是我們沒遇到他遇到了 我們可能最後遇到 說我做一些預防 所以我想我們過去看到 我們的經營成果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 我的Dividend 就是我的那個 職地率 是非常穩健 這是 逐年逐年的 固定的配息 這是對普通的回饋的承諾 第二件事情我們 我們經歷過一些投資的失敗 我們很快的去把它彌補完之後 很快的回復元氣 然後開始做 內部體質的調整 花了很多年從2015年開始 這樣一路回過來 第三件事情我們在裡面做很多的人事調動 讓我們的 員工不是只是在一個功能性上面 一直鑽下去 他拉起來當 經營主管的過程中 來看全局 他這樣拉出來的過程 就很像我的角色 就很像 就會不是我是業務 我是製造 我是什麼 他會拉到 整體 到底我的角色在這個大的目標 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大家就有共識做這個事情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ROE 是一直往上走 然後EPS一直往上走 原因是在這裡 是了解 然後我們今天節目很高興邀請到兩位來我們的節目 分享 我們對於整個企業經營的想法 還有未來製造的一些發展的願景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謝謝